另外,师尊还提到一点 关于这个活菩萨出现 在这个旧金山三藩寺 那里有一个观音墙,有没有? 大家看过观音墙的没有? 有啊 观音墙里面,据说,我是据说 但是我也看到,我也看到那个 那边有一片观音墙 每个人去看都看得不一样,对不对? 每个人都看到,我看到什么,看到什么这样子 那我也有去看 观音墙我也有去看 我一看,结果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看不出是有什么东西 他们都能够看出来 那能够看出来的就表示非常有知会的 修行很高的 那我像我看不出来 我总不能讲我说看不出来吧 对不对? 我不好意思讲说我看不出什么东西 那人家就问我 那师尊,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 有,有,多多 多多,多多 我看到多多 什么多多呢? 就是,就是很大片的观音墙 就是多多啊 其实我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再来呢 有人就看到耶稣,有没有 这是很有名的 好,外国人看到耶稣 就用素描的把它描出来 那么莲子上师说 他看到那个耶稣的像 根本不像耶稣 倒像一个流浪汉 是莲子上师讲的 他说倒像一个流浪汉 他说倒像一个流浪汉 据说啦 这个耶稣 在观音墙显现的时候 这耶稣就真的下降 给这个鬼伯看 耶稣就下降给鬼伯看 那鬼伯看到以后啊 就跟耶稣talk 耶稣talk 这个他常常跟佛菩萨talk的 这不是跟这个talk 就是跟那个talk 我们的这个七尊的大如来 都跟他talk 还有所有佛菩萨都跟他talk talk 另外还有好多的 这个不管是土地公 大到这个佛祖 释迦摩尼佛 小到土地公 全部跟他都是好朋友 就是talk talk talk 另外还有龙王 也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洪财神也是最他的朋友 那耶稣下降了 耶稣就跟他讲 你要去告诉世人 告诉他们 你就是救世主 谁是救世主啊 顾勒伯就是救世主啊 你不相信啊 我告诉你喔 他写在叉连夜刊 第1999年 1999年 1999年 里面的一篇文章 这是观音墙的 有关于观音墙的 耶稣下降 跟他讲 你就是救世主 那我也很注意 我说观音墙会显现耶稣像 我到我家很多的松树 也是很粗的 那松树有皮啊 有松皮 松皮有很多的条纹 对不对 我去看了半天 原来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住在我的松树耶 释迦摩尼佛 住在我的松树 真的有一个佛像 在我家的松树 的皮上面 有释迦摩尼佛 还有文殊施力菩萨 还有普贤菩萨 两尊在旁边 华言三尊耶 真的释迦摩尼佛 坐中间 这个右边是文之施力 左边是普贤菩萨 都非常庄严耶 我看了看了半天 他们都不跟我talk 也没有讲我是佛陀在世 他讲他是救世主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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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尊是谁啊 不是啦 以前是 以前我就是救世主的师父了 我还认不出他是救世主 这个连传上师啊 听到说这个鬼博是救世主 他吃的饭差一点喷出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子的 敢讲自己是救世主的 教宗也不敢讲啊 天主教教宗也不敢讲的 佛教的那个最大的长老 心盈大师 他想要当佛教的教房 他都不敢讲他是救世主啊 那个慈悸的慈悸上人 也不敢讲他是救世主啊 这个也太拖大了吧 对不对 生活中我都不敢讲 也不敢讲 我们是丐帮啊 哪里是救世主 我是丐帮帮主啊 我自己是丐帮主 我自己是不迫的 而且就在这个作品 帮我做完 我们自己是何 mich